大家收看星期一的IM CAFE 今天就由我Dennis來主持 今天的港股又承接上星期美股的聲勢 看到就是川普對中國的關稅戰 但現在的態度似乎有點軟化 還有就是看到失業率似乎是好過預期的 雖然這個好過預期其實都是假的 如果大家有深究一下失業率 其實失業率不是一個地方有多少人失業 除了那個地方有什麼人就等於失業率 其實裡面的計法就是把那個地方失業的人 除了想去找工作的人就算到失業率 問題是現在想去找工作的人就少了 那你此消比獎的份母小了的話 那你出來的數... 不是,那份母小了... 不是,那份母小了的話出來的數就會變好過預期 那你猜我做好今天港股就跟著升了 那...恒指開市的時候就24,500的位置 那收市也升了三百多點啦 不是,開市的時候是24,300左右 那收市就報24,600 371點就升了,升了1.5% 成交就1,037億 那繼續是這個千億成交啦 但是今個星期和上個星期不同 上個星期就是有這個... 嗯... 五一黃金周嘛 北水還沒回來嘛 那現在北水又回來了 那北水回來又似乎不是真的很好 因為看到... 幾天的滬港通... 那個北水是有一個流出的跡象的 那看到... 胡廣通連續四天都是走錢啦 那有幾隻呢 就走得特別勁的 騰訊啦 美團啦 中移動啦 以及三百八百 那麼騰訊和美團呢就走得最多錢啊 那麼... 騰訊就大家知道啦 是不是 就一下子爆上來呢 四百三之後呢就有些獲利盤 那不排除呢 就是一些北水就要獲利啦 那你始終... 升幅就這麼大 那你看圖就好像似乎是說 喂 剛剛破過MACD 這樣就可以追的 但是那些錢就似乎 是另一個玩法啦 那麼... 加上就是兩天之後就會公佈業績啦 那大家都知道的啦 業績這些東西呢 有時候都會... 健康死的 那麼... 現在... 這個階段呢 變了追進去呢 就似乎有點危險啦 那麼... 另外呢 就是... 有些... 股就反而流入緊啊 是不是 有幾隻啦 小米和中芯都是流入緊的 那你問我啦 小米和中芯哪一隻好一點呢 就是小米好一點的 因為始終中芯呢 爆上來之後 現在就在這裡 每下每下的 而且那些錢流入呢 那個Flow呢 都是每下每下的 那麼就變了小米呢 而且現在都還是11個嵐 其實那個... 就是... 去到他之前18塊的那些位呢 其實都還有很大的水位在那裡 那麼就變了... 北水流入的股票裡面呢 可以考慮呢 就是小米啦 騰訊的那些就等一等啦 不過... 總括來說呢 看到就是有些獲利盤 剛才說的騰訊和美團 但是過兩天就看到 有個業績公佈在那裡 那麼業績公佈呢 其實那些... 我想說ATM這幾隻裡面 哪一隻會比較好呢 那... 就是那個啦 那大家如果有追開的話 都知道我經常說... 就是阿里巴巴 就是阿里巴巴 86元說到87元 87元那天上個星期 1887元說到今個星期 197元 那你問如果我... 買了當然就代代平安啦 是不是? 喂 未買那些那怎麼辦啊 是不是? 那最後召集了沒有? 那其實都還沒最後召集的 那... 其實我覺得挺好啊 就是軟銀這樣拋貨 對那些... 軟銀這樣沽貨 對那些小散戶都挺好啊 給你時間儲貨儲子彈 那看一看過兩個星期 大家出了糧之後 他都還沒... 爆上來啦 那我... 我估計這個勢頭來講 他會再... 大爆的機會都不高了 都是給大家... 慢慢的... 每次升上去啦 那... 那... 之前就... 一直以來都是... 蓬梅僅在這些位置啦 那... 最高的時候就去到220元 那變了就是說 你現在去到220元 都還有成20元 我想你... 去到210元前呢 都可以慢慢吸貨的 210元呢 如果你看得很長遠的話呢 可以繼續吸的 但是你說... 我個人的心臟比較弱一點的 我的心臟沒有那麼強壯的話呢 那就再等它回一回啦 但是如果... 現在... 200元都還沒到的話呢 就無任歡迎啦 是不是 那麼短線來說呢 剛才看到的 騰訊那些開始有些獲利盤在這裡啦 美團也有啦 那這些... 即是騰訊啦 美團也不是啦 騰訊就是一些... 都算是一個... 不是算是... 是一隻拳重股啦 那麼短線來說呢 就要小心這些獲利盤在這裡做事 那麼... 看實這個24700元 大概這些位啦 那這個就好像... 上次... 升上來的阻力位這樣 那我猜呢 這一口都未必可以破到這個位的 那麼... 騰訊過兩天業績 有刊看好 也沒有什麼刊看不好啦 始終呢就是... 疫情期間大家都知道有什麼做 沒有什麼做的 就是在家裡打遊戲啦 做一下健身啦 但是就始終有個風險的 就是看到這段時間呢 就是內地其實對那個遊戲呢 那個的管制好像是多了 看到就是... 除了以前經常說的那些... 遊戲審批那樣問題之外呢 其實現在都有啦 之前任天堂那個... Switch的動物心有互會的問題啦 最近就因為有些... 網上的... 就是有些遊戲平台上了一隻... 有關... 就是這個... 新冠肺炎的遊戲啊 在Steam 的平台上 去... 給別人去下載啦 但有些... 就是我們經常俗稱那些小粉紅 壞熱衮,就是去追擊它 這個背景是... 去侮辱國的這樣 結果搞到呢... 他自己... 內地呢 都 virtually の stream 的平台 就用不到國際的 program 的平台 為自己一個大陸版 那現在最新又 says 就是PS4的系统 因为以前的PS4 他们可以去香港的PS4 的PSN 去下载一些游戏 但现在又是有些人 追击完 就搞到自己又没有了 这个平台 其实看到内地 对这些游戏 非常敏感 这样的时候 我想长远都会有 这样的风险在那里 变成了波动一定大 波动这么大的时候 甚至是 如果你看到之前的 487、488也好 是不是要现在这么心急买呢 我觉得不需要的 总会有一天 回到482、481 甚至回到 南非顶 南非顶 顶400元 没有问题 预期是 炒业职 不如 就像这两个星期 这样说 我也有说 看 两会的尋补 现在还有一个星期 如果你说两会尋补 之前我就有说 5G 经讯通讯 其实都升了上来 之前说过 好像是3元 还是3元 未到的 那些位置 好像是3.2 多了 都 8%多了 现在这样去追 似乎 你看看会不会上到3.5 没有的话 都没什么意思 我就不会去追 这些位置 始终有获利盘的沽售压力在那里 大家都是 TAC类股份 就不会特别 不跟市下跌下去 这段时间就不会看 但是 喂 假设获利盘出货 市下跌 有什么可以想 有什么便宜货 其实 大家首先要 由基本的那一步想起 有什么会两会受惠 最基本是5G 另外就是医疗方面 第三就是消费 然后就是内房 最后就是科技 这五个板块 基本上都会受惠 为什么呢 5G不用说 大家都知道 医疗也不用说 现在最重要是医疗 但是两会基本上 要稳定就业 稳定整个经济金融系统的时候 有两件事很重要的 第一就是投资 第二就是内需 那你说投资的话 5G 为什么还要解释这么旧的房地产 大家要知道 投资这家东西万变不离其中 尤其是在大陆 那些钱永远都是藏富于砖头里面 有个论述就是说 内地的通胀 为什么不会特别高呢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其实都不是内地 全世界都是 不是 香港更加是 通胀很厉害的 第一通胀就去砖头那里 内地也是一个差不多的情况 那变了那些房子 就会有机会炒得起 是吧 投资的话 都一定是内房那边 如果要谷投资的话 内房那边都会受惠 是吧 那当然如果你说 我看不上内房的话 建材也是一个 好的选择 但是如果你说内房的话 其实很多都没有升上来 是吧 817啊 金贸 是吧 860啊 813啊 884这些 就是我们叫大湾区的内房股 基本上 现在都是 我都觉得 有一些 水位可以炒 尤其是那些 这几个里面 我比较喜欢817 是吧 都是 还没回去之前 疫情前的一个位置 那内房呢 为什么全部up 中营名 没有什么3333 那些活下去的 什么万科 融创那些 始终那些 规模也太大了 那就变成了 疫情之下 受那个影响 很难去追得上来 那 说增长就 中营会好些 是吧 那最后 你说内房 和消费 都可以想想 是吧 那除了 说什么 安踏 2020 另外有两个 都可以 610 就是 偷博 和 608 6808 什么名字呢 6808 是 啊啊啊 想不起 什么名字 6808 和610 当中6110 就会比较好些 因为始终6110 都是 还未升上来 但是 6808 其实之前疫情 都没有跌过下去 很多 一直都是上来 Tran 6个月的图很帅 但是呢 我一看它的PE 我就有些 就有些 好像在 中央图书馆上到六楼 看上去地下的一种感觉 32倍PE 是吧 有点危险 如果你说6110 大家都是零售 虽然它只是买些 就是体育用品 但是就16倍PE 买下去就舒服些 而且就 你知道股票这些东西 越多人懂就越贵 趁现在 不是很多人说 买下去就好些了 是不是 那就是 对了 今天就是这么多 大家等完获利盘出货 看看 两会尋补有没有想法 刚才说的内房和消费股 都可以是一个考虑之列 明天就再和大家见面 第二位主持人和大家见面 拜拜 词 词 词 不 伍